任教于国风国中的美术老师黄景伟 他刻意时间不忘继续创作 今年5月份应文化局邀请 在美术馆举办爱故乡的方式 随彩写生各展 黄景伟他细腻柔和的笔触 让人可以感受到花莲风光的无限美好 欢迎喜欢绘画的民众可以到美术馆来参观欣赏 花莲美景远近驰名黄景伟老师 用写生的方式来表现对乡土的爱 分享他的美好 这是爱故乡的方式 主要的主题是花莲 所有的景色全部都是在花莲画的 从南到北 北到太鲁阁国家公园南 就到我的故乡 复礼乡 明里村 花莲是一个非常淳朴自然 而且是有所谓的花莲 台湾的后山花园之称 当然后山这两个字 可能有的人听起来会有点贬义 可是我觉得后山就有那种秘密的感觉 就是有一种神秘的感觉 就是后山花园 那我不会 我是觉得花莲从南到北 都很漂亮 那我自己本身 因为在18岁之后到 应该说20岁之后离开花莲 到台北求学 那在这一段期间 在求学完之后回到花莲才真正开始认识我的故乡 花莲县文化局今年5月份特别邀请到黄景伟在美术馆举办各展 透过艺术家细腻柔美的笔触 让人感受到花莲风景的无限美好 很多的作品都是最近三年用黄金威老师自己的眼睛做一个记录 花莲的好山好水啊 还有凤林的烟楼啊 还有一些美丽的事物都在这画作里呈现 那黄金慧老师呢 他本身是国立艺术学院毕业的高材生 那毕业以后呢就到花莲来验任教 那与学生的一个教学相长的课程之中 获得了很多的灵感 虽然教学的课程非常非常的繁杂沉重 但是老师还是不断的不断的用他的画笔 记录他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还有许多感人的动人的一个画面 那这次的画展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们充满爱心的黄老师呢 他做一个慈善的义卖 每一个画作贩卖出去以后 都会捐给我们花莲的慈善单位 那希望爱好艺术又有爱心的您来欣赏来鉴赏 黄金威老师的绘画风格 从数写风格转化成为纯粹的水彩写生 这一次他的作品展出是最近三年的写生成果 欢迎大家一起来美术馆 感受水彩与香土之美 介续会欢迎视报道